有54%的民眾覺得賴清德的兩岸政策 是不利的 對兩岸發展不利的 但是賴清德的不滿意度卻只有43% 11%的民眾不滿意賴清德的兩岸政策 或者是覺得賴清德 明明知道賴清德的兩岸政策 對兩岸不利 但是他還要支持賴清德 你要搞漸進式的台獨 這才是兩岸緊張的原因 你怎麼可以把兩岸緊張的原因 歸因到中共打壓呢 民進黨陸委會 我用這句話送給你們 兩岸緊張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你不要禍亂人心 道國為因 你不要當邪教教主 兩岸緊張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因為你沒有面對兩岸核心的問題 是不是一個中國下兩岸的兩個政府的關係 還是兩國 一邊一國互不隸屬 如果你願意面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那你可以提出你新的論述 你問了這樣的問題 竟然還有相當比例的民眾 兩成的民眾覺得兩岸未來交流應該要減少 而且兩成的民眾覺得賴清德的兩岸論述是利多於弊 這個我覺得才是這個民調的重點 那至於有54%的民眾覺得賴清德的兩岸政策是不利的 對兩岸發展不利的 但是賴清德的不滿意度卻只有43% 這個也很值得弔詭 也就是說11%的民眾不滿意賴清德的兩岸政策 或者是覺得賴清德明明知道賴清德的兩岸政策 對兩岸不利 但是他還要支持賴清德 這個才是這個民調的重點 所以這是台灣 我看這個民調 我發覺台灣現在的一種很可怕的一種狀態 就是對一個客觀事實兩岸的事情 民眾的認知如此的南緣北策 這也就是為什麼民進黨他可以講一些 我們覺得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你是在公三小朋友怎麼可能 然後沈柏洋一天到晚講什麼第五重隊 什麼在地協力者 然後宮廟要放彈藥要不然幹嘛 全民國防 他是有民意基礎的 很可怕了 好再來這是聯合報的民調 這是聯合報有機構效應 所以真的很可怕 好來 我們來看這個陸委會 回應媒體的兩岸關係民調 他說緊張的根源是中共打壓 兩岸緊張的根源是中共打壓 好 陸委會今天針對這個聯合報發表民調 只說國人對於賴清德總統 處理兩岸關係的這個評價分歧 陸委會說兩岸關係緊張的根源 是中共的打壓與霸權擴張 並強調台灣的主流民意肯定賴清德總統 對兩岸關係的政策主張 其實根據聯合報民調台灣的主流民意沒有肯定 其實54%是覺得必多於利 哪有肯定 但是我覺得陸委會的這個回應 說兩岸關係緊張的根源是中共打壓 我覺得這個就是民進黨 反正民進黨的這個論述 他的這個核心就是這個也怪老共 那個也怪老共 反正我們加入不了聯合國 老共打壓 我們不能去參加WHA老共打壓 我們不能那個老共打壓 就怪怪怪怪的 怪老共怪老共怪老共就好 問題不用解決 只要怪老共 所以賴清德兩岸政策 賴清德上任造成兩岸緊張 怪老共打壓 這就是民進黨的一脈的這個邏輯 但是我今天看就是 陸委會回應 兩岸緊張的根源是中共打壓 我們回想一下 馬英九時代 兩岸的關係有這麼緊張嗎 兩岸關係沒有緊張嗎 那中共有沒有打壓 中共好像也相對來講 比較沒有這麼打壓嗎 雖然我們不能加入聯合國 但是我們可以用觀察員的身份 加入WHA嘛對不對 然後還有很多國際組織 相對我們可以用觀察員的身份去參與 我記得當時的衛生署長 葉金川好像去參加WHA世界衛生大會的時候 那民進黨的那些獨派海外的 還在那裡抗議 你出賣台灣主權賣台賣台 然後葉金川還很 這個老人家還記著的新聞 葉金川還很委屈 我哪有出賣台灣主權 我最愛台灣 這樣 那個當時馬英九時代 葉金川是可以參加WHA的 現在呢民進黨執政了 WHA根本就沒有辦法去 然後就是在外面舉牌 然後抗議中共打壓 奇怪了 我的邏輯很奇怪 馬英九時代我們可以去參加WHA 但是呢民進黨的去抗議 說我們出賣台灣的主權 那賴清德或蔡英文啦 蔡英文時代民進黨政府執政 我們沒有辦法去參加WHA 那你就怪中共打壓 然後這就是捍衛了台灣的主權 這反而是捍衛了台灣主權 怪中共打壓 那同樣的中共 為什麼馬英九時代可以面對中共 讓我們能夠去參加國際組織 那你民進黨卻沒有辦法 那為什麼同樣的台灣 你沒有辦法去參加WHA 是捍衛了台灣主權 馬英九去參加台灣的 去參加WHA 是出賣台灣主權 那所以你到底要參加還是不參加 你就是所以到底怎麼樣 你就是要以台灣的名義獨立參加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嘛 那所以到底是你是要搞台獨比較重要 還是參加WHA重要 你如果搞得成你就去搞 反正民進黨就是 我沒有辦法參加 但是就怪中共打壓 他的問題就解決了 但是問題沒有解決啊 台灣的問題沒有解決啊 然後我要再回應啊 陸委會的這個講法 兩岸緊張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兩岸緊張的根源是中共打壓嗎 那為什麼馬英九時代兩岸沒有緊張 民進黨時代兩岸才緊張 是不是因為馬英九時代他堅持九二共識 兩岸就是用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來處理兩岸之間的各種關係 那所以兩岸可以好來好往 該幹嘛幹嘛 我們把這個爭議先擱置了 好不好這些什麼爭議 到底到底什麼誰屬於誰 誰是誰的祖國什麼這些爭議 你去炒這個幹嘛 先把這些爭議擱置了 兩岸的好來好往 該交流慢慢擱置爭議求同存異 這是馬英九時代的方法 那你民進黨上台以後 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也拿不出一個新的論述 你不要一個中國 兩岸反正一邊一國互不隸屬 那你既然不要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中共這邊那當然他要回應啊 他怎麼可以讓你就這樣搞台獨 類似不管是台獨還是兩個中國 還是滑毒啊 他怎麼可以就看著你這樣搞他沒有反應 所以他勢必要加強他的這個 反應的這個力道嘛 那所以才導致兩岸關係 一個作用力一個反作用力 越來越緊張 那你說這個緊張的根源 到底是中共打壓 還是因為民進黨執政 不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那你說那難道要一個中國嗎 那你就講回來 那你要不要回歸到中華民國憲法 所以到底緊張的根源 兩岸緊張的根源 是你沒有回歸到兩岸的根本的關係 根本兩岸關係 沒有面對兩岸根本 同屬於一個中國的關係 你要搞台獨 還是因為中共打壓 到底是哪一個原因 我看還是因為九二共識吧 你不接受九二共識 你又拿不出新的論述 你沒有方法 你要搞漸進式的台獨 這才是兩岸緊張的原因啊 你怎麼可以把兩岸緊張原因 歸因到中共打壓呢 我記得我這個前幾集節目嘛 前幾個禮拜 我有帶我的電腦來 然後在節目上面玩黑神話悟空 我這個最近把黑神話悟空打全破了 你看其實黑神話悟空 它真的是一個蠻有深度的遊戲 我怎麼突然扯到黑神話悟空 因為我想到 黑神話悟空裡面有一個章節 第三章 他每一個章節結束 他都有一個小動畫 然後有一個故事寓意在裡面 第三章的這個故事 他就是講這個 有一個黃 反正第三章的一個壞人 第三章boss叫黃梅道人 他是這個金蠶子的師兄 金蠶子就是唐生的前世 那兩個人論道 那這個黃梅道人 他就有點像邪教教主的那種角色 他的這個論點是 人的心就是邪惡的 就是貪婪的就是壞的 人就是這樣子 不信我證明給你看 他為了證明他的這個論點 人性就是惡貪邪的 不值得拯救的 就要把人性的這個台語放到最大 這才是道理 他為了證明他的論點是對的 他就在人群中 找到那種心中有一點邪念的人 然後用他的法力 去把那個人心中的邪念給勾引出來 然後讓那個人就是 反正做了壞事 勾引旁邊的人 然後造成這個旁邊的人 那種叫什麼 反正那種傳染效益 所以大家一起就一起做壞事 然後最後黃梅就說 你看我是對的吧 人心果然是邪惡的 他就跟他的這個師弟 金蠶子說 師弟我贏了吧 對不對 人心果然是邪惡的吧 金蠶子就回黃梅 就是說 霍亂人心 道果為因 師兄你就是這麼在乎輸贏 你只是要證明你是對的 所以你霍亂人心道果為因 民進黨陸委會 我用這句話送給你們 兩岸緊張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你不要霍亂人心道果為因 兩岸緊張的根源是中共打壓嗎 民眾可能覺得 對啊對啊 一起來恨中共還是什麼 你不要當邪教教主 兩岸緊張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你還是要回歸到兩岸緊張的根源 到底是因為你沒有面對兩岸核心的問題 兩岸關係到底是什麼關係 是不是一個中國下兩岸的兩個政府的關係 還是兩國一邊一國互不利死 你要回應到這個核心點 如果你願意面對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那但是它是一種 反正就是內戰狀態延續的一種特殊的兩個政府的關係 那你可以提出你新的論述 你不要九二科的論述可以 但你不客觀地面對現實 兩岸到底是什麼關係 那這才是核心 你如果不客觀面對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這個現實 兩岸問題還沒有解決 你不去面對這個問題 那中共就會繼續打壓 那不然怎麼辦 它不打壓 你就要搞獨立成功了 那你搞獨立成功 中共要垮台的 真的 如果中共讓台灣都獨立了 中共就垮了 中共它沒有內部壓力嗎 它如果讓台灣都獨立了 我講獨派有些論點很好笑 可能這也是很多獨派跟我意見看法不一樣 他覺得 台灣如果真的到時候獨立成功 中國就亂了 那中共垮了對不對 怎麼樣 那台灣就有機會獨立成功了 我跟這些人的看法不一樣 我先提外話先講一下 如果今天真的中共讓台灣獨立成功 那中共它會面對它自己內部的壓力 是不是新疆也要獨立 是不是西藏也要獨立 是不是外蒙古也要獨立 是不是這些地方都要獨立 那它還怎麼混 它怎麼面對它內部的壓力 它內部沒有鷹派嗎 內部沒有反對派嗎 黨裡面還有派 黨裡面有鴿派 你們看日本的那個自民黨 它有什麼安倍派 什麼小權派 一堆 不要以為中共一黨專政 黨裡面就有派 黨裡面的派 比不同黨的鬥得還凶 你看民進黨 中共裡面也有不同的派系 它也有鴿派 鷹派 和平派 各種各種派 經濟發展派 左派 右派 如果中共現在掌權的人 它竟然讓台灣獨立成功了 它這個派系它就不用混了 它就算不被其他黨給取代 它也要被自己內部的其他派系 做政治鬥爭給鬥倒 我試問一下各位 如果今天中共 中共竟然讓台灣獨立成功了 這麼 就這樣 台灣就獨立成功了 那它垮台了 接下來上任的這個政府 會是一個更和平的 還是一個更激進的政府 如果今天中共 讓台灣獨立成功 中共垮台了 那接下來上任的這個 取代中共執政團隊的這個 新的這個執政班底 它是更和平的 更溫和的 還是更激進的 你自己想一想 只會是更激進的上來 這個叫國恥啊 你參考一次大戰之後的德國 一次大戰之後的德國 上台的是誰 就是因為一次大戰 那時候德國人覺得 我們一戰德國明明可以贏的 你竟然搞成這樣 德國人心裡有怨 這個是日耳曼之恥 一次大戰之後 德國上台的是什麼黨 參考一下一次大戰之後的德國 就知道了 如果今天中共 真的讓台灣獨立成功了 會是什麼樣的執政團隊上來 台灣能夠有好果子吃嗎 拜託 所以好啦 我再講回來了 所以陸委會民進黨真的 這個叫做禍亂人心 道國為因啊 兩岸緊張的根源 是中共打壓嗎 你沒有回歸到兩岸 沒有面對 兩岸本質的問題 兩岸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你要面對這個問題 誠實的面對 也不要欺騙老百姓 欺騙自己 覺得我們可以和平獨立 真的是做夢夢裡什麼都有 哈囉大家好 感謝收看我們二台用心製播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吧 並可以在每週一至週五 同一個時間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現在我想要來分享一個我很愛用的產品 就是中天保養品牌KS推出的新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媲美藍光神爛的炸藻之翠 能防禦環境裡3C商品 及各種光源對肌膚造成的傷害 還添加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肌膚維持年輕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無論是我的日常外出 或是海邊都是必備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養日常就叫KS吧 一定會有朋友會問 這支擦起來會不會黏黏的 放心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兒童、孕婦、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護您也呵護全家人 快到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碼 852 會有更多折扣喔 謝謝您 謝謝... 很感謝 感谢观看